說到夏天大家很喜歡的水果 其中之一就是芒果了 芒果不只香甜可口 現在還被科學家研究發現 它可以緩和阿茲海默症 因為其實過去在中醫裡面 就有相關的醫學記載 他說芒果可以減緩哮喘及撞牙 甚至腹泻、暈船 吃芒果也都是有它的作用的 還有人把芒果汁當作鼻痘炎的低鼻劑 那麼科學家現在也發現說 因為芒果裡頭含有這個成分 也就是質化素 它可以對抗神經炎 因為像是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 都是因為神經發炎長期下來的累積 導致神經退化 所以吃了芒果之後 它的質化素可以減緩神經發炎和退化疾病 可以消除或中和 甚至幫助組織再生 包含像是果皮、果和果肉 它都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現在科學家也一直在研究說 要怎麼樣來利用芒果呢 包含像是抗菌、症痛、抗炎跟抗腫瘤 他們都認為有可能是可以來研究有沒有效的 而且芒果有一個好處喔 因為它是天然的 所以相對來講也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另一個層面來講呢 它如何來量產恐怕是下一個階段要面對的考驗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 請下載TVBS 請下載TVBS